升腾910是AIGPU 比较高等 速度比较快 被认为是不输给BIOS 中国大陆的晶片设计 正在追赶中 已经并驾齐驹 中国大陆重整旗鼓 还是重做资金 包括这些半导体的部分厂商 华为啊 航空机等等 更集中在真正有力 能够发展中国晶片 不过我们爱你 自己做得了光科技 这一节我们来特别关心的是 中美科技战加剧之际 是来自于彭博社的报导 说中国大陆现在为了要 全力扶植本土的科技巨头 监管机构开始一直劝阻 中国的企业购买 回答为中国市场所特别 提供的这个特工版 也就是H20晶片了 目前呢这个政策 根据了解词 是一个指导形式 而不是真正说一定要禁止 但是我们看到大陆的政府 已经转而推 说这些企业啊 你赶快购买我们本土 科技巨头的AI晶片吧 而这个他们力推的科技巨拨 包括了有这个 韩武器科技跟华为 这两家企业为主 我们请教上次哥如何来看 北京现在扩大 它在本土半导体的产业 来应对美国制裁的策略吗 我们现在在每年代台湾 当然每天的新闻 在中国大陆又有什么样的科技 产品 华为新手机 那虽然其实是市场 商业市场的一个产品 可是后面连结的 就是都是中美对抗 包括科技对抗 我想我们都已经 每天都在谈这个事情 但我不得不说 我们再思考一下中国大陆 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 中国大陆现在疲于应变 你就真的太不了解了 我想你真的对于说 中美对抗整体的这件事情 我没有讲得很远 但我要告诉各位 我要提醒各位 中国大陆包括他们的 所谓的国企在美国上市 乃至我们最熟悉的腾讯 跟阿里巴巴 基本上在官方的压力下 强制下市 离开美国资本市场 不被美国的资本市场给控制 回到香港或者回到中国大陆上市 推算多少了 已经是疫情前了 也就是已经超过算一算 都是八年前以上了 也就是中国大陆一直知道 我们虽然先前想要国际扩张 跟美国资一样 后来发现美国其实是要掐住你了 中国大陆有所警觉 开始要离开美国的控制 从资本面已经是超过八年前 你看连过去腾讯 你可以在全世界赚很多钱的 可以跟苹果一样的 最后不让你跟苹果一样 回到中国市场的资本市场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准备这种 过去都是被迫的 他们也一度希望 中国跟美国一样 自由市场 大家一起来竞争变得很强 后来发现 事不能所人意 所以就开始从资本面撤退 来去开始 美国开始动手 科技 晶片战 这相对来说 大概是六年前左右 陆续开始 在川普执政的时候 所以要知道 这个东西都不是现在 所以中国大陆有所准备 来至于我们在 斯敏节目当中也提到 中国大陆知道自己 半导体的问题 他们怎么形容这个问题 叫做掐脖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 一个政府描述说 你被掐脖子 这位可不警告 你是活下去的问题 所以中国政府 怎么面对掐脖子 他们会出什么的力量 我们从半导体当中 过去就是约末十年前 开始筹做大基金 针对半导体晶片的 一开始过去的中国大陆政府思路是 我就出钱 你们产业谁厉害 来来来 我给你们钱 你帮助国家涨起来 后来发现骗子一大堆 紫光集团乱七八糟 骗光光了 所以也上当了 所以之后呢 之后可以说 中国大陆重整旗鼓 开始还是筹做资金 但是看得到更真直接的 是包括这些半导体的部分厂商 刚刚讲华为啊 航武器等等 更集中在真正有力 能够发展中国晶片 你是自己的 可是跟国家政策一起发展 这种直接性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所谓具体发展成果 突破麦米 自己做的咬光科技 我们最近所看到的这一切 好 所以我们其实回顾到 从七八年前开始 从中国大陆 它资本市场就已经做反应了 知道美国接下来 会做哪一些的动作 所以他们早就开始 提前做反应 而现在呢 在AI的晶片上面更是要 往这个自主研发走 还有包括他自己建的 这个RISCV的一个架构 我们来看到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呢 现在华为已经向大陆的 大型的伺服器公司 提供他的新款 人工智慧晶片 这个深藤910C处理器的样品 来进行硬体的测试 而这些客户 其实原本都是挥达的主要客户 另外呢 在中国大陆测试新晶片 取代挥达之际 黄仁勋啊 我们看到挥达的创办人 他不放弃中国市场 接受了彭博电视专访的时候 他还特别强调说 正在努力 我们要尽力的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好真的吗 这个华为测试的深层910C 可以替代挥达的这个晶片吗 最新进度是怎么样 请委员来带我们看 那现在挥达需要大陆市场 大陆AI晶片发展 可以用大药镜来形容吗 半导体设计的架构基本上有两大主流 一个就是安抹系统 ARM系统 这是一个英国公司设计出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Risk 5 你刚才讲Risk 5 Risk 5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发展出来 但早年没有人理会它 中国把它买来开发 所以中国在这里面是有获得到充分的专利授权 那目前发展的Risk 5 最好的地方也是中国大陆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这个GPU 我们刚才讲的深层910是AIGPU 就是说属于一种比较高等 速度比较快的晶体比较多的AIGPU 深层910目前在测试当中 被认为是可以跟NVIDIA 这个辉达的B20来较劲 就是说不输给B20 B20是什么样的概念 B20有800亿个晶体在里面 有800亿个晶体 然后它可能是装置在最新的Blockware架构 就是说NVIDIA有两款GPU的架构 一个是叫做Hopper 一个叫做Blockware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B20大部分都还是Hopper架构 那等到了B200 目前NVIDIA已经出现了B200 它是2000亿个晶体 那它是用Blockware的架构来设计的 PK这专有名词 也就是NVIDIA走得这么久 终于走到了B20跟B200 但是华为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走到了跟B200 同样等级的升腾910C 所以升腾910C可以说是后来赶上 还没居上 但是已经可以平价区区 因为这个对黄仁勋来讲 他不放弃中国大陆市场 所以他有了B200 知道会被美国商务部所限制 所以他发展出B20来卖到中国大陆 目前据说还没有被批准 可是你没有批准没关系 我中国的升腾910C就已经上市了 那如果能够取代你 而且成本又比较便宜 因为毕竟NVIDIA要收的 这个专利授权费都非常的昂贵 注意到 在中国的华为 在定义上叫制造 因为它有工厂可以制造东西出来 可是NVIDIA在美国的定位 它是服务业 它没有生产任何东西 只说这个授权费这种概念 那现在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晶片设计 正在追赶中 应该已经并驾取居 但是晶片的制造 应该还在努力再加进一把 好 我们看到升腾910C 已经很快地跟上了美国的脚步 不过也有人对华为 不持这种乐观的看法 而且是中国自己内部的 这位是中国的工程院的院士 他叫做孙宁辉 他就痛批说 华为的商业模式垄断又封闭 无助大陆来对抗西方国家 那另外呢 在美对中制裁下 传出有人暗地协助大陆吗 这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说美国联邦调查局 正在对矽谷一家名叫做 Home Capital的风险投资公司 展开调查 他认为这间公司可能有 对这个机密技术 财务跟客户信息的方面 泄露给中国大陆 先请教舰长 您如何看这位中国院士的看法 您同意吗 那再来就是 华为遭到大陆科学家 同皮垄断封闭 赢不了美国 您又如何看 我同意他的看法 那至于说这个Home Capital 我们这样子认知一个投资公司 他真的会拥有全部的技术吗 不会 他只知道说 有这一个关键技术 这个关键技术的目的是什么 那另外 也就是其他的都是客户的资讯 或者是财务的状况 这个是不是就是FBI所怀疑的部分 好 这些我们来关心的是 在华为的部分 24日举行的这一场秋季的 全场新品的发表会 好 创办人于成东 他宣布呢 传写鸿蒙 Harmony OS Next 将会正式的在10月8号这一天 就会来正式的做公测了 首批公测的这些机型有三种 包括了华为MAT60系列 MATX5系列 还有它的MAT Pad Pro 1.2寸的系列等等 全血鸿蒙 我们现在看到 从内部操作系统的内核啊 文件系统一直到 编程的语言AI等等 这非常多的AI框架 大模型等 都全面的做一个换星 于成东他怎么说的 他说呢 原生的鸿蒙是新生命 而且他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走过了是外国 在国外的部分 作业系统生态 他们发展10年多的路 他说这是产业史上 前所未有的 所以最近我们等一下会带您关心 说美国制裁私下 华为是如何做到的 别人10年 他们一年可以拼 纯血鸿蒙生态系的血泪历程 背后还有最关键的 就是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了 如何相挺 两家大厂如何一同壮大 走到今日一次做深入的分析 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纯血鸿蒙的部分 这个公厕的战略布局到底是什么 对产业的影响又是什么 如何解读于成东说的 别人一年 我们10年 蔡伟源如何看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一个成就 不是我在拍华为的马屁 我曾经有一个很惨痛的经验 我就是买了一个Windows手机 我想说Windows在PC上 操作系统很好 当时Windows的手机出来又不便宜 我就看着那个Windows老板的面子 BioGate的面子 就买了一个很贵的Windows手机 后来一用 老天哪 我差一点把我墙壁摔 证实一件事情 你锁桌上型电脑 平板电脑操作很好的系统 到了手机里面 不管用 当然有一对技术上的理由 可是我是消费者 我还去管你什么技术上的理由 就是不好用 不方便 那当然我觉得买了就很忍痛 把它丢在一边了 所以你要知道 要从这个电脑 转到手机上面的操作系统 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样道理 手机上的操作系统 要变成电脑也很困难 经典失败的案例 就曾经有人要把Android的系统 搞到Desktop转不起 也失败 那鸿蒙 老天爷啊 他从手机一跨就跨到周上的电脑 他所谓的存血鸿蒙 是个型手机 那当然同样的手机没什么稀奇 但是他竟然能够跨到电脑 还跨到伺服器 然后听说还要跨到汽车上面去 这个简直是天才的创作啊 也许大家觉得说 不是这操作系统吗 这有什么难的 他一开始的设计 就从原生码之前 就一定想到说我要做很多东西 而且设计出来不会像Window那野心那么大 搞到最后是不像 他现在就接受考验 我现在能够跨界 能够做出这个很好的 这个存血鸿蒙 第一点 第二点 他以前还希望打个一个双模式 就Android可以用 鸿蒙可以用 他现在不必 我的APP够 常用的APP已经超过一万个了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用的APP 有个一百个就很了不起了 他现在已经提供一万个 不过我觉得白痴感头要更进一步 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 这是具体的数字哦 苹果的APP有两百万个 然后Android Google的APP有多少 有一百万个那中国大陆要搞个 五十万个应该不太难的吧 但是需要点时间 因为这种APP的创作 而且APP挂牌的费用等等 还很复杂的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 存血鸿蒙已经出生了 而且现在勇敢的不走双模式 接受考验 所以各种APP的开发商 都要跟他产生合作关系 那我认为以中国大陆市场这么大 一万只是一个刚起跳的门槛而已 未来很快就会看到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就像我们这里的订阅率一样 很快就会十万二十万 一百万一样到 谢谢委员来帮我们加油 好这个存血鸿蒙 他在背后的支持 除了有这个开发者之外 等一下我们请赖老师来帮我们讲 来助政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包括了中芯国际 在背后有晶片上面的支持 这一位是被誉为是静润式微影支付的台积电前研发副总 他是林本坚 他就一直不断的强调说 今天台积电可以做到7奈米这个DUV的制程技术 中芯国际我们当然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继9月份推出的全球首款三折机之后 华为新一代接下来会推的就是它的Mate 70 预计11月登场就是会希望能够搭载这种更高阶的一个晶片 那华为手机在起的时候刚刚提到的 中芯国际其实在这当中帮助很大 我们都知道美国制裁包括在EUV还有高阶的DUV上头 但是呢这个中芯国际还是很牙咬 紧咬来帮华为来做代工生产 那华为当然他也知道说中芯国际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在这个政府的大基金三企投入下 他也加快出手来全面协助供应链做整合 包括了在扶植先进的制程 先进封砖跟HBM的相关大厂等等 我们来看看华为跟中芯国际这两家厂商是如何相挺到底的 这个逻辑有没有超越一般的商业逻辑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是比较难的 就是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一个社会 那当然它是让你这些世人企业能够各自发挥 大家就是等于是来做最好的创造 最好的制造 因为如果说就是你知道你努力的结果会受到奖赏 那这些企业是会努力 但是政府并没有带领要往哪一个方向 所以当美国碰到譬如说过去的台湾 韩国在之前的日本我们所谓的developmental state 发展型的国家 它就是政府积极投入整个国家的发展 那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它有两个很强的地方 就是是我们过去我们没有的就是 它有一个这么大的市场 所以它的这些公司 这些企业是敢去投入很多 因为知道如果成功以后 那个后面的那个reward是非常的大 即使你今天外面去制裁我 我也不担心 台湾一个小小301就把我们搞得受不了 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真的是出口导向 大陆也是出口导向 可是它的内需市场确实很大 然后再加上政府的力挺 我觉得这一点他们 而且可能也有某种程度的 我们讲说这个敌忾同仇 国家民族的至尊等等 所以企业是愿意合作 因为政府也会希望他们合作 当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们合作 你们大概就会合作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所以 要讲这么白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爱国心绝对是有的 所以能够突破 我们如果今天在台湾 我们过去有很多 透过我们的人才 能够从这个气骨回来的人才 以后慢慢就突破了很多的东西 那你觉得大陆会不可能吗 而且大陆去 我们再一次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我在这个节目也讲过 在别的地方我也讲过 当大陆基础科学的人 物理化学数学的人 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的时候 而美国的人全部在走 读这个企业管理 去读这个律师法律等等 那一流人才都不在研究这些方面 那你当然后续要 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美国能够阻挡大陆的这个 这个崛起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是现在美国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说 你国家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然后问题是企业相不相信 你政府做的规划 然后能不能够信赖 然后彼此之间能不能够合作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说 美国的这个过去这种 各自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这种 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科技发展的策略 会面到大陆一个 由国家在整合在带领的 我觉得这个挑战会是蛮大的 好 严老师刚刚特别帮我们提到的这个重要性 就是研究的工科人才 其实华为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在存血鸿蒙上面 他们有了这些鸿蒙开发者在背后做支持 而且是大力的支持 华为的这个 华为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朱永刚刚我们画面上看到 他在大会上就表示说 他坚持每年投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 都是来支持这个鸿蒙开发者的 要共创双赢 尤其在MAT70到时候首发的时候 就可以来做搭载这个存血鸿蒙了 特别请教赖老师如何看 这种华为针对这些开发商的出资不手软 这种策略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蔡委员他所提到的 就是APP跟这个作业系统如何去适配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个OS它提供一个平台 一个架构 一个操作系统 可是你需要有很多的APP应用软件要上去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一个人 每一个人大概使用的一两百个APP 都算已经是使用的很大了 但是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那么兴趣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这么多的开发商都进来跟你适配 那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些这个APP本身的这个体质很强 它的这个资金很雄厚 它可以去跟你做合作 它可以投下这个钱来 可是有一些是很小的工作室 可是它却很重要 例如说假设 我只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要停车 现在在台北我们要停车 有那种软件可以告诉你哪边有 然后甚至你知道 他们有些跟某一些停车场有合作 你去这个成为它的会员 扫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预约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进去 这个都是比较小的APP 可是问题是这些小的开发商来讲 他没有足够的资金 跟你这个鸿蒙结合怎么办 他需要资金支持 鸿蒙支持你 这个就是他为什么每年要编60亿人民币 他来支持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使很多的很小的开发商 可是他可以服务小众 可是他却触角很广的 那因此他把他的整个讯息开放以后 他说有几百万的意见都送进来 那他们去分析整理归纳 然后跟很多的开发商合作 小的开发商资金不够的 我提供给你支持 那么目前来讲 大家最关切的 因为其实那些开发商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红蒙 纯雪红蒙 为什么敢他说 我就在第四季 我完全进入这个商业运用了 那也就是说PC要有了 iPad要有了 然后他的手机 平板都要开始要用 纯雪红蒙的 那就是他为什么会敢这样说 就是已经有把握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现在开始进行公共测试了 那欢迎这也就是说 有些产品可以开始在那边使用了 那么接受公共 那个一般的民众消费者 他的意见了 那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跟腾讯的问题了 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问腾讯 就是说你跟纯雪红蒙的适配的问题 那他们说已经在进行沟通了 最近九月份在问的时候 他们说已经在进行最后的适配的一个阶段 换言之也就是说腾讯也要加进来了 腾讯它影响就更大了 所以我想如果腾讯也整个融入这个纯雪红蒙的话 对于腾讯来讲 它就有更有底气 跟美国像前一段时间 它跟苹果最近在吵架 那它就更有底气 就是说那你苹果不肯 这个你要抽那么多 苹果税 苹果税抽到30% 你不放的话 那我跟红蒙合作 那它就有底气了 那你想这个是一个多赢双赢的一个局面 但是对苹果绝对不赢了 我想这个局势已经打开了 纯雪红蒙一旦推出来 我觉得会改变全世界 美国独霸三系的时代 结束了 我们来关心的是产业消息 这是市场的一个重磅消息 我们先来看到大摩 摩根士丹利正式的调降了 荷兰巨头设备的这一家巨头 半导体厂商 艾斯莫尔的投资品等 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因为艾斯莫尔先前已经遭到了 包括瑞银跟德银都已经调降了它的性品 那艾斯莫尔生意上主要大家知道 就是靠的就是光科技 但是近年表现确实市场都不看好 大摩尔有分析三个原因 为什么不看好 艾斯莫尔第一个 他认为现在低润市场的市况 已经转皮了 第二个 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业的部分 已经过度的支出了 最后艾斯莫尔他缩减了他的需求 德银分析师呢 更对艾斯莫尔的中国业务前景提出质疑 尤其它的第二季营收将近一半 全部都是来自大陆市场 而且我们先前才讨论过 工信部才刚公布了 研发出了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生子外光机 也就是DUV的这个 佛化雅的光科机 说可以生产8奈米晶片 这个时候 同一个时间 艾斯莫尔的性贫被降 被外资给降了 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就是这么的刚好 是担心中国大陆半导体的威胁 还是有其他原因 汉廷怎么看 还是要先理清 大陆日前所公布 佛化雅的光科机 它不是能生产8奈米以下的晶片 它是套科晶度8奈米 顶多可以制成28奈米的晶片 那我们当然敬佩中国大陆的发展 但是也不能够盲目的乐观 那么回过头来看到 就是阿斯莫尔的投资平等降级 和大陆研发光科机 其实两者关联没那么大 因为主因呢 还是整体 机体晶片市场的衰退 就是低润的整个需求下降 在阿斯莫尔的整个系统销售当中 46%都是来自于低润 所以目前预估低润的支出将下降 这当然就直接影响到了 阿斯莫尔的财务表现 低润的市场在2023年呢 经历了显著的下滑 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900亿美元 到2023年降到了477亿美元 所以确实是整体的需求疲软 那大摩呢 他也估计就是在包含智慧型手机 还有个人电脑 未来的需求都会下降 所以大摩先前呢 也调降了包含是三星 跟这个SK 海力士等等韩国半导体巨头的一些目标价 那么记忆体大厂 美光的股价也走跌 所以其实还是整个的经济跟市场的客观因素 那跟中国大陆比较有关联的 大概是两块 第一个因为是美国的禁令嘛 所以它不能够出口给中国大陆了 那当然在那一块本来可以卖的出去的EUV 现在不能卖了 所以当然呢 它的这个出口销量就会锐减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未来大陆的晶片制造厂 很可能就会自主研发光刻机 取得进展 那就减少了对ASMIL的设备相关依赖 所以如果未来美国再下禁令 就是如果连现在的DUV都不能卖了 那当然它就更加没办法赚钱了 因为现在美国是禁止说 连售后服务都不准 那未来会不会进一步 这个也不能卖呢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现阶段 大陆购买ASMIL的光刻机 在第二季的营收将近49% 那为什么 因为呢 对大陆而言 它希望 不知道你下一步什么时候就禁止卖给我 所以我要赶快大量的购买 多买一点 多买一点嘛 当做自己的这个库存 然后呢 来作为储备 而且过去的大陆光刻机还没有办法研发出来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未来美国又再下一步禁令 或者未来中国大陆自己的DUV 确实能够大规模的量产生产跟制造的话 那对ASMIL来讲 当然就失去了大量的可观收入 而这些讯息跟内容 其实在ASMIL自己的评估报告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ASMIL的这个CEO 不论是新任的叫做傅凯 甚至是前任的温宁克都说了美国的限制是会适得其反 因为美国越施加压力 中国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 最后中国就会独立制造出跟ASMIL能够批敌的光刻机 那到底这对ASMIL以及对荷兰来说是好还是坏呢 好所以美国不只是对这个艾斯莫斯呀 也对辉达 我们现在要来关心的是说 大陆的部分厂商是现在是连辉达的H20GPU 这种降规版本的都拿不到了吗 过去市场其实一直有传闻说 这个美中科技战嘛 美国也计划要限制辉达销售H20到中国 那当然目前为止 就我们新闻报道来看的话 辉达还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 它有7家企业都在开发它的高阶 跟AI有关的晶片 这画面中我们看到这7家的半导体公司 画面上看到 包括了阿里巴巴 百度 还有必然科技 摩尔县城等等 总共是7家 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跟AI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却突然传出 辉达的降规版不卖了 时间点这么刚好 以前晶片战是我们知道中芯国际一家 去打这个晶片战 那现在是变成7家 一起来拼中国的AI晶片吗 将军怎么看 我们来看因为中芯国际 它现在已经可以做 八奈米的这方面的制程 因为这个国产的 这个佛化雅的DUV 它已经这个光刻机已经到达了八奈米 但是问题是它的良率 良率可不可以 它效能怎么样 成本低不低 不要成本过高 那你成本过高 你不能买外面的 因为你做出来的贵 虽然你是国产但是贵 那它还是买外面的 所以我认为 美国虽然卡脖子 但是中芯国际 我认为它可以多突破 你看全世界大部分 我们叫80%以上都是S-Mod 然后Kano跟Nikon 也只不过占了20%不到 那换句话说 当然是以荷兰为大中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在卡的时候 这个光刻机不输出的 中国大陆它会想办法 我们注意看 往往很多的美国跟 对中国大陆实施科技战 做智慧财产权管制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要想尽办法去突围 去突破 它也自己做研发 投资多点钱 投资多点人力 做科研 做研发出来 然后就突破 所以它认为8奈米现在可以了 那只是说良率够不够 良率刚出来的时候一定不够 那良率怎么样去除错 把良率提高 良率提高的时候 就是成本降低的时候 因为我良率提高了 我成本当然降低 成本降低 我的市场就有了 是这样的 那我的效能就出来了 因为按照 这个报酬规模法则 我的效能就出来了 我就可以占据市场了 所以我认为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卡脖子 会有一时的效果 但是我在成熟制成阶段 因为美国是在先进制成做卡脖子 成熟制成 中国大陆继续走 它的成熟制成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的 我们知道这个奈米的高 28奈米以上 60奈米还70奈米以上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都是成熟制成 最主要是卡在先进制成 那先进制成 中国大陆带突破 那我想说 将来爱斯莫尔 它可能光刻机 重産不输出 我认为 它要找 这个是它的黄金期 它要利用这些时间 赶快赚一点钱 赶快卖出去 它哪天的时候 它这个卡中国大陆脖子 中国大陆版 中国大陆一旦 它是自己的光刻机 DUV出来了 你这个市场没有了 它自己做 自己做光刻机 跟日本的Kano 跟日本的Nikon一样 它也会做了 你这样的话 它自己做 只是它比较 从成熟制成 再到先进制成 它还要再跨一步 因为要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的话 它这个容量越来越做越大 但是克服两个 我们讲过 要克服散热 因为你预度越高 散热越难 第二个 你要克服的是 不要漏电 你很容易漏电 漏电也是热热的 你就是因为漏电 漏得多 当然就热了 那平常是你一使用 平常它凉 那是通通都是OK的 用久了 它效能衰退 它就会漏电 漏电就发热 你本来可以用20小时 只能用8小时了 就这个状况 它要去克服 我常常 中国大陆在各方 我们来看 从太空科技 从航太到航天 来看的话 很多东西 被美国卡脖子之后 它经过里面的资力研发 它成立了一个团队 它有国家力量 把资金汇进去 把人才汇进去 各个的 这个我们叫 这个985大学 重点进来 人才进来 它就突破了 那突破之后 西方国家产生再进入 不可能了 因为这个已经被取代性了 它已经被国内取代 那国内取代 变成了 它以前是进口替代 拿进口来做 那现在不用 它自己自己自足了 那它就不要进口替代 改为它自己自足自足 这样子产生的产品 也就更有竞争力 价格也就更低廉 好 这一期我们关心 科技产业消失是全球的晶片龙头英特尔 最近三年的市值是目前的两倍多 年初到现在股价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直暴跌 不断的走跌 已经跌了将近六成 近年可以说经济表现 整个经营都很惨烈 现在还传出了高通可能会来收购英特尔来救它吗 引发了市场的一个高度热议 事实上不只传出说高通要救英特尔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可能性 现在也传出呢 这一家是专精在资产管理的 这个美国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现在也说可能提议出资 投资英特尔的金额达到了50亿美元 换三星台币1600亿左右 那根据了解英特尔目前的市值是900亿美元左右 如果它接受了高通的收购 将会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 而且是影响最具深远的一项重大交易 而且还可能引发市场的反垄断审查 一些分析师来看到说 这些收购案他们怎么评估的 我们先来看到是有一些分析师说 高通应该是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并购英特尔 如果成功并购 这对高通来说反而会是一场灾难而已 另外还有人说双方的结合是必大于利有 高通将会继承英特尔所有的挑战 也有分析师认为英特尔太重要了 它的实际价值是远高于它的市值的 我们请委员来帮我们看 这一次高通出手可能会收购英特尔 这可能性到底有多高 背后有什么看点 英特尔自己经营起来都这么样的困难 这么样的辛苦 如果说有任何人并购它的话 它的管理阶层以及资金调度能力 要远高于现在的英特尔的管理阶层 才有办法解决目前英特尔的难题 英特尔难题现在是只要坐在办公室 每天都不断的赔钱 一年要赔掉100亿 你想想看这个数字对任何人都是很大的负担 高通现在大概有将近1800亿的市值 而英特尔只剩下900亿的市值 以大吃小承受的压力比较小一点 如果是阿波罗投资公司 这是一个美国赫赫有名的投资公司 愿意再投50亿的话 然后美国国防部再凑个50亿 大家凑一凑 也许可以降低高通的负担 但是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因为好吧 50亿好像大概顶多赔个半年 就赔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营业还赔了 因为我们的会计准则很清楚 目前英特尔所投资的设备 每一年都要折旧 这个折旧数字是非常可怕的 而英特尔如果晶圆代工的话 每生产一片 目前一片就要赔掉6000块美元 各位知不知道 台积电我们已经说顶呱呱了 全世界第一流的 但是不要忘记 台积电高端的产品 每一片赚钱才只赚到4500块 这个英特尔一片就赔掉6000块 4500是赚的 我现在讲的是美元 因为在半导体业界没有人讲台币 所以一定讲美元 那高通来并过这个英特尔 当然空穴不来风 他一定是有所本的 他主要是看中英特尔的晶片设计能力 英特尔跟台积电不一样 台积电自己没有晶片设计公司 没有这个不满 可英特尔有晶片设计 还有一些软体的服务 还有一些自己的制造 制造自己的CPU的产品 那另外他还有晶圆代工部分 他亏的主要是在晶圆代工部分 跟他目前做CPU的生产线 两个都呈现亏损了 他在服务设计方面 导师还赚钱 一旦有一些专利还陆陆继在缩钱 那一部分 算赚钱了 可是当你高通要进去收购英特尔的话 是要好的也要吃 不好的也要吃 是整个吃 那你除非有办法 处理掉它的代工产业 那你代工产业要卖给谁呢 你高通自己是没有经营代工产业的能力 那英特尔都经营不来了 你经营得来 我是高度的存你 所以我才会讲说 如果高通并购了英特尔的话 你第一个想法就放空高投 就没错了 你没苦笑 这事实嘛 这个事实要面对的 然后他处理的这个金元代工 处理到能够赚钱也不太容易 因为他现在已经折了相当的一个数字了 卖给谁呢 如果卖给台积电的话 你二话不说 台积电股票开始放空 因为那是一个很难撑得起的 一个庞大的一个资本 那如果说三星的话 那就恭喜三星 贺喜三星 三星现在已经是在水中游泳了 快要爬不上岸了 那你这个不要以为 看到台积电赚钱 你以为每一个半导体公司要赚钱 像我们台湾那个利基电 也是只差一个字而已 股票二十几块上不去 这个黄博士蛮丢脸的 你这样经营不行 对 那你可以这个各行各的差异 就通常都在那个CEO 当年发展这个产品线 要投那么多钱下去 他脑筋有没有想清楚 Intel都没有想清楚 以为晶圆代工 看台积电那么好赚 他也想进来赚 哇一进来以后 他的设备是全新的 是比台积电还好的设备 光刻机比台积电还好 鼠科设备比台积电还好 七大设备没有一样比台积电落后了 就是做不出来 做出来良率很差 所以你面对这个难怪那个什么知名的这个分析师讲说 高通华语他有强烈的动机去并购 然后那个 那个Gabry的基金经理人也对 他说必大一力 他迎接很大的挑战 然后Gatter的分析师也讲 Intel没有错啦 太重要是因为他过去的品牌 只要大家听到Intel就觉得 哇这大公司不晓得他现在以前是王谢唐前燕 现在是寻常百姓家 差很远啦 他的实际价值远高于市场价值 我觉得他是在鼓动大家去买Intel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上档 不要上档 好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半导体界的这个大公子 Intel出事 这个晶片制造跟代工的表现都很差 当然美国要持续的扩大 对于中国大陆的制裁免得被追上 我们来看到现在辉达配合美国政策推出专为大陆市场设计的 这是降规版H20 现在有消息传出 有一些大陆厂商连这个下单都没有办法 辉达当然不做过多的评论 不过在美中的这一个限制之下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美国不卖AI晶片给中国 中国是可以自己做的 还举例说中国有他的AI大模型独角兽 零一万物靠着低精度训练 而且不需要靠辉达 就可以达到一些效果了 另外华为也突破困境了 我们一直在谈的 升腾910C晶片 可以跟辉达H100媲美 供应给许多的大陆公司 谭老师怎么看 这个因为中国大陆 它的这个特色 确实是其他的国家无法想象的 第一个人多人才多 你比如说在大陆 他们的这个每年有多少 这个学理工科的这些学生 他们的学生的总量 要比其他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 加起来还要多 因为西方国家呢 他们就觉得 就做这个行业 不是很聪明的事情 什么叫不是很聪明的事情 因为你赚的钱是很辛苦的钱 代工 一方面代工 一方面生产 所以说他这个所谓的 这个制造业的这一块 当然扩大了就是包括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金元 因为这些东西 为什么美国以前不做 对不对 不做才跑到台湾来 跑到韩国什么等等 就是因为他不做 那他不做 他为什么不做 就是因为他觉得 这个钱赚得太辛苦了 他要赚什么钱 他要赚这个又快又大的钱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金融 从金融 那金融当然跟法律 就很有关联了 那这两块 他们的基因分子 尽量地往这边去挤 那使得这个 所谓的这个制造业这一块 他们很多地方 都已经变成空洞化 你像上次那个川普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他说我们连个口罩都 没办法生产 口罩要用的时候不够 那当然这里面 就牵涉到这个问题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的产业 你的这个整个结构 都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而这一块 那刚好中方 中国大陆 他就把它接过来 因为他原本 本来他改革开放以后 他的这个资金也好 技术也好 都很欠缺的 可是他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人 还有土地 还有资源 那这样子的话 你把西方的这些资本 技术引进了以后 那当然 他这个发展的速度 是飞快的 以前我们都知道 他们这个 80年代 90年代 他们的成长率 是10% 是两位数字的 那所以说 这个情况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可是呢 那美方他觉得说 好了 那你现在好像 要后来居上 那所谓后来居上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现在 就是因为你的制造业 那么强 那所以呢 就使得我们 这个 美国跟你的这个贸易量啊 就 常年的 怎么样 入超 美国就觉得说 哎呀 我给你赚钱赚太多了 那 所以说呢 他们就开始 用卡关的方式 来 对付中国 是 那你可是呢 你卡关呢 是越卡 中方发展越快 好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是89年 89年不是天安门吗 那天安门完了以后呢 整个西方国家 都对中国进行 封锁 禁运 好 那封锁禁运呢 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项 没有的 没有 没有解放的 没有解开的 就是武器 那可是呢 武器在这边 在目前你 你不跟中国 中方来往 可是中方的这个发展 嗯 又快 又令人 很惊异 那所以 这个同样的 在发展到这个 晶片的这个部分上面 道理 完全 统一 结果呢 令 西方 压疑 嗯 好 我们关心完这个晶片 我们要来看看 整体的网络生态系统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尤其我们要关注的是 华为 它的鸿蒙生态系统 原本用在手机嘛 现在是说呢 将未来 它的个人电脑 也不会再用微软了 会来改纯血鸿蒙 那根据了解呢 光是今年第一季 在大陆市场 已经首次的超越了苹果的iOS 但是要走上国际 有办法吗 吕建长我们一点五分钟 谢谢 我们看到啊 这个华为的这个 个人电脑的 这个事业部的这个副总 他特别讲到 现在所进行的 华为笔电的生产 已经是可以使用 Windows的最后一批了 那接下来就要使用 鸿蒙系统 那实际上我们来看 如果来看到说 鸿蒙系统跟华为 鸿蒙系统跟这个iOS 也就是苹果的系统 跟Android的这个系统 来相比的话 当然现在Android是最高的 那达到百分之六十八 那iOS事实上 已经呈现了死亡交叉 跟谁死亡交叉 跟鸿蒙系统死亡交叉 鸿蒙系统现在已经到达了百分之十七 可是iOS只到百分之十六 这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也就是 以后苹果快要收不到苹果税了 因为大家宁可 要不就是往高端的Android走 要不然呢 就是往新兴高端的这个 鸿蒙系统走 没有人要再去加入苹果 当然苹果有很多的 始终的捍卫者 那对不起 有非常多的系统 最后小众呢 就是永远小众 例如说 我们台湾曾经第一个 做出手机的那家厂商 它就是小众市场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鸿蒙系统 其实它所建构的 也就是1加8加n的这一个概念 所谓的1 也就是我们使用手机 也就是它开始使用手机为一个初始的那个驾接 驾接我们现在所可以看到的 无论是电视啊 无论是未来可能的智慧眼镜啊 或者是华为现在也要做的汽车 它都是进行一个驾接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n 那还有更可怕的 也就是跟第三方的平台 那第三方的平台 大家的想象就很无限了 为什么 它未来该如何的 跟其他的不同的系统 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 这发生在真主党的这个BB Code事件 也就告诉我们大家说 这个自主的系统有多么重要 不然的话 你的后门被人掌握了 随时人家都利用这个后门 来进入你的每一个系统 现在进入的是BB Code 现在进入的是对讲机 下一次手机会不会也被进入了 然后变成各式各样的杀人武器 所以现在就变成我们看到的 也就是这种自主系统 然后拥有自己的智慧财产权权 这是最重要 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华为呢 现在正在准备要推出 它的新款AI晶片 这一款呢 就是升腾910 Steeler 预计最快在今年就可以看到了 10月份会开始出货 目标挑战辉达的H100晶片 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现在呢 客户已经大概知道了 这当中有包括了 有字节跳动百度中国移动等等 都已经说了 他们有兴趣要采购 升腾910C的晶片 而初步谈的这个订单数量 可能会超过7万片 换算大约是20亿美元 新台币645亿元左右的一个价值 我们看到华为推出的这款 升腾910C 效能挑战辉达H100 对照先前中国开发书 我们前几天都在谈的 能够生产出7奈米 8奈米晶片的这种光刻机 我们现在来看整体做一个评估 中国是否距离晶片自主的目标 已经不远了吗 请教汉庭 首先我们先谈华为 升腾芯片的910C这个AI芯片 它是在华为人工智能领域上的 重要突破 也是在芯片上的突破 它的性能上可以跟 英伟达的芯片相媲美 这并不是说 华为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而是在芯片的领域当中 至少它在技术领域的突破 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所以不仅展现了 华为在技术研发上面的 持续进步 而且也反映了 在美国的制裁之下 仍然是能够有 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以及作为的 所以对于国产芯片的持续发展 当然又是一个强心争 那么就如同我们前两天所谈到 我们看中国大陆未来 不论它是在光刻机 或者是在相关的领域 如何评断它的芯片 能够有长足的进步发展 就是看它的一些企业 它的营收 它的利润有没有增长 我们发现都是有的 而这些原因就不仅是说 芯片的生产设备的工厂 以及芯片的厂商 都有同时间的进步 为什么 第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当然还是来自于美国的打压 在过去大陆的这些芯片的设备厂商 可能不见得都愿意使用 国产化的芯片 愿意用外国的 为什么 因为早期一直都是用外国的 如果我要更改 使用国内的厂商 那我势必要有 大幅的成本的提升 适应性的增加 不良率的提升 但是因为美国打压之后 就使得大陆国内的这些厂商 愿意给国内的芯片一个机会 因为这不仅是所谓的爱国新时代 也是未来一旦被禁用之后 那么大陆的很多公司 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 再制造出更多的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配合之下 关键不仅是在于说 所谓芯片本身制造能力的提升 而是所有它的设备的厂商 以及它的上下游的产业链 都能够有同时之间一个进步跟发展 所以这才是在所有芯片产业链上 能够越来越快进步的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就是当初台积电的一个进步速度的话 2004年台积电是第一次量产 90纳米的芯片 4年之后呢 2008年就已经能够量产40纳米 再过3年 2011年台积电就能够量产28纳米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是确保已经可以量产28纳米 而且是完全的自主化 就连光刻机的部分也都是自主 而所有过程当中可能用到的 美国的软件 美国的耗材 美国的硬体 也通通都已经完成了 国产化的一些功能 所以不管人家说 半导体芯片多么的复杂 然后或者是技术的多么困难 其实只要有制造的厂家 和设备的厂家通力的合作 其实全系列的设备进步跟提升 是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能够完成的 就确实从0到1的创新 全球目前还是美国最强 但如果你要讲说 从1到N 从1到多的话 目前来看 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大陆最强 那当然也很多人讲说 你看所谓的半导体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光刻机确实是很困难 但是也不要忘记了 过去有很多所谓皇冠上的明珠 多得去 北斗卫星也是 然后什么军舰也是 航空母舰也是 大型邮轮也是 很多的领域 中国大陆都已经有所突破 所以现在客观来看 尽管就纯粹技术上的领先 大陆可能还略逊一筹 但是就时间的发展 以及未来的发展 其实都是相当值得期待 好 面对整体大环境来看 这个美国对中的限制之下 我们看到大陆不管上游 中游 下游的产业链 都在强化整体的自主 所以不是只是单一几家的厂商而已 是整体化 我们来看到现在 面对整个华为来势汹汹 这个回答当然很紧张了 所以要持续的深耕 它在大陆的市场 在美国经历还没有在扩大之前 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现在它持续的交货 旗下的降规板 我们看到画面 H20的晶片 已经超过100万组 客户当中也包括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几家厂商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字节跳动都在里面 今年辉达在中国的 AI晶片营收 仍然是不错的 这个成绩达到120亿美元 中国市场仍然可以 替辉达贡献 超过25%的一个营收 不过它的效能 跟华为来做一个比较 其实我们来看到 Semi Analysis的首席分析师 这位是帕特尔 他表示 H20在照面上效能看起来是低于华为升腾 910B的 但是实际上H20的记忆体的效能的卓越 回答还可以说是领先一些的 那华为其实今年的销售预估也会不错 可以达到55万组的910晶片的一个销售 我们先来看到回答降规版H20的晶片效能 小胜华为升腾910B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接下来华为要推出的是910C了 H20未来在中国市场还具有竞争力吗 温家老师怎么看 其实呢 这个可以凸显一个状况 其实就一个市场而言或是一个企业而言 就是针对了国家的一个需求 反正国家有政策他就有对策 那因此呢 这次回答呢 他会推出这个所谓的这个 硅板的一个H20的一个晶片 那其实也就是在规避 也等于是在应应中 美国对中国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管制 所以他利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降规 让他在中国是可以比较有 至少有竞争力 那当然呢 其实也他在这个本身在 在回答呢 他在这个也为中国的科技公司呢 提出相对高效能的运算解决方案 因为毕竟呢 我们想这个电脑是日新月异嘛 那当然这个电脑用 一般我们这个像 我们平常用电脑 大概就是只是拍拍照啊 或是上上网 但是实际上 很多企业是需要这一些高性能的 这个主机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运算 做一个运算 那所以呢 此时此刻呢 我想这个 这个辉达呢 他愿意去降规版的这个2.0 就是要符合 就是还是能提供 提供这个运算等等 那其实呢 在整个一个科技 就像易如刚 这个易作所讲的 其实在整个一个中国的 一个晶片的发展 其实他的技术层面 还是略顺于这个美国 但是其实现在美国一些 比较高档 或者就比较高档次的 因为受到美国的 所谓的一个管制 那当然啦 这个时候 他就是要用以外 比较要规避美国的 就是一些比较高档次的一个管制 所以他就刻意把它变成 比较一个降规版 那当然啦 其实在整个一个状况来看 他还是应该 虽然在整个一个 腾讯 这个升腾呢 他在这个 在910C 如果他推出之后呢 那当然啦 他的竞争力一定是比 这个所谓的这个H20晶片还高啊 那当然啦 其实此刻在回答 我刚才讲了 他这个运算之外 其实他的这个软体生态呢 还是就要有这个 这个强大的趋势啊 因为毕竟 整个一个晶片的制程 不是只有单一个产品 可能他还有一个 所谓的生态的系统 那一旦呢 如果说 这个中国的他这个 他这个 他华为的这个升腾呢 他如果没有 在这个去更加 优化他的这个 他的一个 一个生态 一个生态的话 那可能他就会 会还是 这个 这个 回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那此外呢 回答也具有 这个稳定的一个供应链 一个供应链 那当然啦 其实 我们还是要看 这个 回答到底呢 是不是还能够 继续保持优势呢 那取决于 他的成熟技术 他是不是必须 除了成熟之外 还是不是更加的先进 那此外呢 还有 现在的这个市场的 这个基础 是不是因为 会受到中国 你知道他中国 他最会弄的就是一个 国家补助 国家补贴 如果我不问你 我就用更多的补贴 身材烧钱 企图他就是 想尽设法 要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 回答呢 打败 因此呢 在这个市场上 可能会受到破坏 此外呢 我想 如果这两个部分 不管是他的技术 优势还是在 或是他的市场基础 还是在的过程中 其实短期内呢 他还是 我认为他还是 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好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回答的部分 确实还是占些优势的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 华为也是来势汹汹 当然美国的部分 就很紧张了 我们来看到 美国的媒体 CNBC 还特别盘点了 其他六家在未来 可能会成为 这个灰敌的 大敌人的几间公司 一共是六家 其中几家 大家比较认识的 先来讲两家 第一家是阿里巴巴 研发的这一款 AI推论晶片 韩光800 说可以让旗下的 电商平台来优先试用 第二家 大家也认识是百度 他的研发这一款 昆仑系列的晶片 用于伺服器 还有自驾电动车 好 另外四家 两家是用在GPU的 是避认科技 还有摩尔线程 画面上我们看到 另外两家是聚焦在 研发AI晶片的 这两家是 韩武器科技 跟另外一间是 碎雁科技 这么多厂商 我们看到中国的 科技产业 他们现在的 这种策略 是不是用群狼的战术 击败 这个大狼 回答 杰文哥怎么看 其实对于这些 相关公司的发展 其实美国这几年 也有注意到 他对于美国 未来产业 特别是像 回答这种 世界第一流公司 他所造成的一个技术 未来的这个威胁 因此过去来 美国事实上 已经陆续出台了 所谓这个黑名单 也就是实体限制 他使用美国技术的 包括里面点名 像避认科技 摩尔这个线程 还有像韩武器科技 都被列入所谓的 这个黑名单里面 因此他没有办法方便 获得美国的 像软硬体技术 相关的材料 相关的服务等等 所有申请向美国 获取这些东西 都要经过美国政府 某种何可 甚至根本就禁止你 也因此对美国 这个回答来说 这些公司 虽然是潜在造成威胁 但现况 其实有的公司 其实不容乐观的 比如像韩武器科技 他之前还过 这个因为业务萎缩 还裁员 也因此这些公司 虽然过去展现了 在很多领域 比如在自动驾驶 这种云端高性能的 这种运算 以及像自算中心 以及智慧城市 相关领域的发展 展现了很好的发展潜力 但未来能不能继续追赶 或者缩小于 灰达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未来还有段观察 而且以美国目前 加大力度 对相关公司 进行限制的状况下 它的发展 或许和美国公司 它的差距 反而还可能会拉大 但这就要看美国的政策 未来是不是能持续 这样去贯彻 而且最重要就是 考虑到 中国大陆 它的政府 还有相关公司 未来在资金的运用 还有这种 绕过美国的限制 在陆续好几个地方 获得突破 能不能因应 它发展之所趋 我认为这几项 都是未来值得观察的关键 但总体来讲 我认为 这些公司虽然对 灰达未来的利益 或科技的优势 产生一些威胁 但以现况来讲 从灰达之前 对外的一些财报 还有它工时营运 相关的一些报告 可以发现 灰达似乎对于 与中国大陆相关公司 这个技术差距 还是保持一个 比较乐观 比较自信的态度 但是否如此 那未来 我们要持续去观察 好 这一节产业消息 我们要特别来关心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掌握 来透过自家生产的EUV 来生产7nm以下 这些晶片的关键技术了吗 我们来看到 来自于德国之声 所做的报道 说中国国家智慧财产全局 在9月10号这一天 特别披露了一项 叫做极紫外光辐射发生 以及光刻设备的发明专利 申请者 我们特别来 今天要来关心的 就是这一间公司 上海维电子装备公司 它披露它的专利 涉及到EUV的光源 光刻设备 还有一些相关的重要 关键零件 好 这当中念几个 包含了 它特别提到的枪体 雷射发生器 还有气控零件等等 总之就是这些相关 光刻机的一些 关键的零件 我们来看到 目前在光刻机的部分 大陆现在在设备上 99%来自于三家厂商 第一个是荷兰的艾斯莫尔 另外两家来自于 日本的尼控跟Canon 来控制住 但是去年我们看到 因为在美国的制裁之下 现在艾斯莫尔 占中国订单的占比 只剩下50%而已了 这一次中国大陆 是如何透过 它的技术封锁突破 透过它的EUV设备专利 来掌握7奈米 以下的晶片 我们请汉庭来带我们特别看 直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独立自主地 全面掌控芯片 包含研发设计生产等等的过程 中国大陆不能 美国也不能 因为首先最先进的芯片 是我们台湾台积电 是能够生产 那么设计的软体 是美国的 整个用的ARM的软件 的架构 是一家被日本收购的英国公司 然后生产芯片所需要的原料 只能从日本进口 那最关键的生产的光刻机呢 就全世界只有五家 日本的 美国的 跟荷兰的ASML 那封装和测试 又在东南亚 在中国安装 所以所有的芯片 研发设计 生产等等的 关键的节点 就是被这些世界大国 所分散 所掌握 那么现在 我们看起来 全球唯一有机会 能够单一国家 自主独立 完成全面性的生产制造的 看来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困难的 就是光刻机 那么大陆要攻克这项领域 只不过我们前面啊 大家都在讲说 你看中国大陆 你看这个 肯定是不行啊 一辈子也找不出啊 这个被美国卡脖子啊 你看这个被西方贴出去啊 就不行了 结果呢 就是逐渐能够攻克 但这边谈到 所谓的7奈米以下 还是要稍微强调 这个是不太一样层次啊 一个呢 是说中国大陆 拿了阿斯曼尔的光刻机 做出了7奈米的芯片 这个呢 在中芯国际 去年就是华为的Meta 60 Pro 已经是可以完成了 那么现在要强调的是说 那这个光刻机 是不是大陆自己 也能够做的呢 到目前为止呢 暂时还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呢 根据日前 中国大陆工信部 所最新透露出来的消息 最新的叫浮化亚光刻机 就是它的所谓 套科精度 小于等于8奈米 但是不等于 就它已经是 8奈米的制造工程了 就相当于是一个 成熟制程 大约是28奈米以上的 都可以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说它已经完全的攻克了 就是能够有 7奈米跟8奈米的光刻机 这是不准确的 应该是说 攻克了28奈米以上 所有的光刻机 而且不仅是在研发阶段 已经到了可以是量产 实行的阶段了 那么这个过程表示什么呢 28奈米 其实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节点 因为它表示 除了高端的手机芯片之外 所有的 就是大部分 已经可以实现 全产业链的自主生产 而且因为光刻机 它只是一个生产工具 它最主要目的是干嘛 是要生产芯片 那么在芯片的这一块 就除了制造的过程当中 其他已经都完全实现 叫做去美国化了 就因为在制造这个 华为芯片的时候 所有里面可以看到了 所需要的美国的软体 美国的耗材 已经全部都被替换掉了 这产业链上 有风险的环节 也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国产的替代 唯一没有国产替代的 就是买回来的光刻机 所以目前就是 不断地在做突破 那么再过几年呢 应该当DUV光刻机 甚至是再过几年之后 EUV的光刻机都被研发出来 就当然不用再害怕 卡脖子的功能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看 就是这个产业 它有没有前景 有没有兴盛 最关键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产业公司的营收增速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发现 大陆从2018到2023 国产芯片的设备企业 营收增速达到一个 非常惊人的水平 我这边就举三家 比如上海有一家 叫做中维半导体的企业 它2018年的营收是 16.3亿人民币 2023年是62亿 增长了快四倍五倍 另外呢 辽宁沈阳的新元微电子 2018是2.1亿 2023年是17亿 那在一家呢 北方华创 2018是33亿 2023年已经高达了220亿 所以很显然的 就只要是整个产业 它的营收 它的利润都在往上走 那么中国大陆的芯片发展 就算现阶段还是有很多人唱衰 哎呀这个还是落后阿斯迈尔啊 但是长远来看 一定呢不需要过分悲观 而且是未来可期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前线